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渐渐不与父母沟通 我讲渐渐 不是马上 没有一个孩子 是不喜欢跟父母沟通 他一生出来是需要父母 但是为什么渐渐不需要我们 然后也不想跟我们沟通 第一 各位 最简单的 就是孩子从小的时候 就没有养成 我们跟他们之间 常有沟通的习惯 所以亲子之间 就缺乏那种认识 各位 有些父母是忙于工作 然后是因着生活的劳碌 这些就没有与孩子 多谈心的习惯 有时候你说 我一直在他身边 他一直在他身边 你只有在教他读书 天天骂他 只有这个东西 他只有听到你的声音 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一定问 你跟他在一起长大 在你忙很多的事 然后你就 这样过了一个月 一年 两年 这样你就发现 时间过了 他跟你之间形成一种 好像那种 没有谈心 只有做事 只有你叫他做什么事 只有这样的 那种情况 你要察觉到 因为这样的情况 是一过五年了 他已经中学毕业了 各位 这是常会发生的事情 不要只有关注孩子的 起居 饮食 然后没有走进 他们心灵的深处 我们无论怎样 跟孩子有习惯谈心 从小开始 这也是重要的 从小养成好习惯 亲子之间的沟通 也是一种好习惯 所以真言二十二章六节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不偏离 所以跟孩子的沟通 也是从小要培养的 没有沟通 忽然间有问题发生 忽然要责问什么 就要多关注 现在什么事情 孩子最不喜欢 最不喜欢这个东西 父母亲没有常讲话 没有动他的心 夫妇之间也是一样 一发生事情 就马上要下什么结论 或者说很冲动地 要处理事物 各位 这是 你绝对会惹到孩子的气 还有一样东西 夫妇两个人忙碌 忙于工作 忙于现实生活是一点 另外 夫妇两个人 关系不好 长久冷战 你们要相信 你们的孩子是 第一个能够察觉到的 因为你们的恩爱 你们的合一 对他来讲是最大的保护 当你们之间有冷战破裂 他是第一个感觉到 你们好像不讲话了 然后呢 久而久之就是 孩子找你 你去找妈妈 你去找爸爸 各位 这个东西呢 其实给孩子里面 有一种气生出来 或者我也可以说 是一种 给他领受一种受伤 心灵一直在一种 很莫名的混乱跟愤恨 为什么生我的两个人 他们这样 然后呢 其实无形当中 他们把重担给我们 是我们两个在他们中间的 那个张力之间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话 你说我们夫妇两个人 很多的问题 很多讲不同的 但是我们因爱我们的孩子 也神透过我们的孩子 来教我们 不能一直 两个人 为着 有一些不应该争吵的东西 不应该冤屈的东西 一直留在心里面 所以有时候 孩子是我们的保护 你不把他们的存在 当作对你们婚姻的保护 你只有管 你的感受的话 你就是第一个伤害的 其实还不是你们的对方 你们的孩子 因为他的心灵 是又嫩又小的 各位记得这个东西 第二 孩子呢 各位 为什么渐渐不与父母沟通 因为孩子一直得不到 父母的理解 各位 这个理解 我刚才也已经讲了 没有一个人喜欢跟 不能理解他的人 多说话的 一般上呢 我刚才说了 孩子渐渐长大 独立 有自己的需要 渴望 想要有更多的常识的时候呢 父母亲呢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做出调整 我并不是说 马上松开锁链 也不应该有锁链 对不对 不是全部松到完 但是呢 你一定是 要 很客观的 要看 他向你要求的东西 有时候呢 你也看一下 他周围的朋友 他们都可以这样做 然后也都安全 那 你不要太过的担心他 然后限制这个 限制那个 我跟各位说 你现在很 比以前更难限制孩子 因为什么 因为 他到处都可以看到 他周围的人在做什么 从哪里 从手机 OK 所以呢 你更有挑战 所以我刚才说 你要让他理解 你要跟他理论 你要讲很多 你要解释很多 使他明白 如果你解释不下去了 那你就发现 他好像要飞出龙子的鸟 那你就 那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要想了 那OK 我让他走出这一步 但是我要设下 怎样的原则给他 那这个次 你就要开始想 所以我再讲一遍 你的孩子在变 如果你完全不变 你还是一种老思想 然后也懒惰 去多想什么 跟他有张力 这些东西 你不要放我 去去去 OK 不可以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不要讲了 这种 我跟你说 你只有让你的孩子 以后不要跟你讲话的 各位记得 你又生孩子 你就要接受 那个辛苦 那个麻烦 那个精神的耗尽 在他们的成长里面 参与他们的成长 甚至有时候 你要给他自由的时候 你要怎样 你要参与他们的自由 也要庆祝他们的自由 你们明白吗 Celebrate their freedom 我的孩子到了 我记得我的小儿子 最开心的时候 是我买一架iPhone 给他的时候 那时候我自己 都还没有iPhone 但是我不是买最新的 是二手的 但是对他来讲 他已经很满意了 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 我说 那个时候 是没有条件性的 他也没有想到 因为很多父母都说 孩子做得好 成绩考好 什么东西才有奖赏 我是尽量在这些事情上 没有给他们奖赏 有些东西 他们该做的 一定会要做 不管有没有奖赏 对不对 但是按着我为他的祷告 然后有一天时间到了 他应该拥有有一些东西 他应该说 OK 我就为他预备 我们的天赋是这样 对我们 然后就跟他说 你跨越一步了 爸爸会再给你 多一点自由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方面是 你一看到 你讲这个东西 他很喜乐 但是你也很怕 万一他飞出去 对不对 快点下面 五条诫命 要快点讲 有这个手机之后 要一 二 三 四 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了 你们 我给各位 有些东西只能议会 不能演传 你们尽量明白 第三 为什么孩子 渐渐不跟我们说话 因为 他们从我们的口中 一直只有听到教训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一次我的孩子说 Every time I hear is lecture 这就是这个东西 你们做父母的 下一句要讲什么 下一句要讲什么 Because you always do wrong that's why I lecture you 对不对 最好不要讲 就算是 不要讲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 我们马上要辩护 那句话 对不对 你赢了那个 我跟你讲 你就输了 你就输了 对不对 所以 这句话 有时候 你问你自己 其实真的 有谁喜欢 早上起来 你做这个了吗 那个了吗 回来 又来 OK 快点去 吃饭 冲凉 然后 你做了这个了吗 又来了 对不对 to them 对他们来讲 这个叫lecture 你们明白吗 这个是 没有对他有 对他这个人 有喜好的 没有对他经历的 所做的什么东西 想要多知道 想要知道他的感受 没有这个东西的 只有推着 所以 to them is lecture 而且 我跟你说 孩子 我们是 圣经有一句话说 你们不要惹 儿女的气 免得他们 失了 自弃 这个自弃 是很重要的 你教训孩子 是需要的 而且你要按着 主的教导 来教训他 不是自己的教导 对不对 但是 圣经又另外一句话 你不要惹他们的气 要不然灭了 他们的自弃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你的孩子 没有自弃 没有自弃的孩子 很容易 让自己 一直留在 过错里面 他们改进的 那个毅力都没有 所以我在讲 教训不是不好 教训是我们 做父母的一个义务 但是父母 首先我说 要按着主的教训 来教导 不是自己的意思 然后特别 另外我特别强调的 教训一定要适当 且要合一 教训也不一定是 总是要 用谴责的角度出发 有时教训 可以用 鼓励性的方式出发 孩子你这样做 更好 这样做的话 就不错了 可以做到这个就好了 这样讲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选择你的言语 用言调和 因为多少人喜欢 一听一个人说话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那样 为什么你没有这样 为什么你 多少人喜欢 连长大的人 都不喜欢听这种话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连你有承受力的成人 都不喜欢听这种话 更何况 一个孩子 他的承受力 永远不能跟你一样的 所以比你少很多 你一定记得 多于鼓励性的方式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 每个孩子的个性也不一样 有一些孩子 比较好动 好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变成调皮 对不对 所以每次给老师投诉 我们做父母的 有一个问题 老师讲一句话 你在回到家的时候 你有十倍的要责问他 我跟各位说 现在这个时代 老师也要被教导的 你们听得懂吗 因为 其实我们的教育部长 我觉得他相当客观 他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东西了 因为老师的话 很有重量 他讲一点 你孩子今天很调皮 你孩子今天 你知道吗 他什么什么 整个课堂怎样 各位 这些话一来的时候 你听得很重 然后你回去 就加重地责备孩子 那个东西 对他来讲 我只是动来动去 可以吗 又怎样 不听课可以 为什么你要这样凶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对比较好动 也有点调皮的孩子 他们会这样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们其实每次 跟主日学老师 我们都有开会的 我们说 如果不需要告诉 父母的东西 不要告诉 免得他们回家 过度的忧心的时候 讲出来的话 给孩子更加的 更加的有些伤害 或者说 然后之后孩子 来到主日学的时候 他就封闭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 主日学老师的智慧 你要跟父母讲多少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出气 你知道这个气 从一个人出到另一个 另一个出到另一个 是越来越大的气 你明白吗 所以这些方面是 我们有做牧养工作 我们懂 我们跟老师之间的沟通 现在的父母也懂 问清楚情况 然后大概看一下 OK 判断一下 应该跟孩子 用怎样的角度讲 然后孩子有时候 学习不好的时候 特别我也跟各位说 我们通常每次 也是教训孩子 学习 我不是教训他 成绩不好 他没有心学习 对不对 每次就讲这句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 你每次讲这个的时候 你的孩子的学习能力 到哪里 每一个孩子 读书 学术 艺术 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 你们一定明白 每个人天性不一样 有些孩子 你知道 你已经教他读书 督促他 给他补习老师 他能够到这个程度 就average OK就OK了 你明白吗 你要他还要再上高材生 这样 他读到死都不可以的 你会加重他的负担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 其实我们国家的领袖 已经发现 已经发现了 所以有一些孩子 自残 这些事情上 你们是报纸 没有看到的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都在发生的东西 我们做辅导工作的人 我们都知道 所以你们会知道说 这个就是说 人受的那种压力 是越来越多 或者就是他的承受力 越来越低 从哪里开始 从孩子开始 所以 让一个孩子 他真的是在你的 理解的保护之下 成长 很多东西 他以后能够追回的 现在学习不到那个地方 然后以后 他出了社会 还是什么 成熟起来 然后就 有一天 出人头地 会有 我的大儿子 有一个老师 他是硕士学位 但是有一天 以前他小学的时候 教他的 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说 他好像也是基督徒 他说你知道吗 朱先生 他跟我太太讲 朱太太 我考欧水准 考了三次 三次 他说 我妈妈真的很忍耐我 三次 一直不及格 今天还可以读到硕士 哇 神奇 那个东西 对不对 哇 真的是 slow to learn 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 还会到这个地步 所以有时候 我跟各位说 人有很多种 人没有那个容量 你一直给他 捣水 捣水 这个水就是浪费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理解 是一定会带来 孩子喜欢跟你沟通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